打倒日本軍國主義 打倒日本軍國主義 港男踩靖國神社,記者被推賣場 打倒日本軍國主義 慕望南京大屠殺 打倒日本軍國主義 本港普跳行委會的郭兆健聯同社民連成羽羊計槍 亦到日本供奉二戰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示威 他們各自被五六個警察監視 高峰期警力更多達50人 期間有當地友誼分子侮辱他們是Chinaman 又叫他們回家 事後再有人用國表跟他們交涉 不要大喊 警察阻止記者採訪 又沒收他們的護照 我們的記者運動中被警察推賣場邊不給走 法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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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0 萬的中國亡魂 在場有年老的遇難者家屬 也有當年的抗戰老兵 有幸存者想回75年前 被日軍殘殺的片段更激動落淚 有日本共同社記者 就被中國男人起飛腳踢中腰部 事後公安將他制服 中國當局也剛好在昨天派出一架海上巡邏機 飛入魚台領空 是中國首次由海巡 變空巡向日本示威 據知這次突擊 還令日本要趕快出動8架F-15戰機應對 他們昨天就事件向中國抗議